吴敦义瞄准四大基金。指示成立小组检讨绩效。 图中央社。 军工交年改七月上路,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今天表示,包括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、劳退基金等四大基金,应从历史上去离清绩效对比,如涉及制度修正,则应从法治灭住手。 吴敦义并指示,应由国民党智库、立法院国民党团、中常委组成小组来检讨过去绩效对比。 中国国民党下午召开中常会,会后由发言人钟佩军作出上述转述。 吴敦义表示,包括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、邮储基金、劳保基金、劳退基金等四大基金,要从历史上去离清绩效对比,如果是制度要修正的话,就应从法治灭住手。 吴敦义说,国民党现在虽然是在野党,但选举即将到来,国民党必须要有自己的复案与政策,所以它特别才是由国民党智库、立法院国民党团、中常委组成小组来检讨四大基金过去的绩效对比。 立法院20日深夜通过攸关军人年改的陆海空军军官事官服役条例修正案,吴敦义在21日发表四点声明,声明中特别指出。 包括公务人员退休辅助基金、有储基金、劳保基金、劳退基金等四大基金的经营绩效部章,执政党必须穷尽一切办法以提高投资绩效。 目前公务人员退附基金投资绩效。 截至107年4月30日,整体实际收益数为4.42亿元,实际收益率仅008%,劳工退休基金截至107年4月份,收益率则为-0.4109%。 此外,在声明中,吴敦义表示,他删之时可以攻错,新加坡等国的退附基金操作模式可以认真参考。 如果四大基金的投资绩效可以有效提升。 不但基金不致会有破产之余,军工交警销劳也不必承担所谓年金改革之苦。 过去各项基金操作投资绩效确实不张,但不论如何。 现在的执政党都有义务穷尽一切办法提升投资绩效,降低砍向退休军工交警销劳的力度。 中央社 军工交年改7月上路,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今天表示,包括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、劳退基金等四大基金,应从历史上取离清绩效对比,如涉及制度修正,则应从法制灭住手。 吴敦义并指示,应由国民党智库、立法院国民党团、中常委组成小组来检讨过去绩效对比。 中国国民党下午召开中常会,会后由法言人钟佩军作出上述转述。 义表示,包括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、邮储基金、劳保基金、劳退基金等四大基金,要从历史上取离清绩效对比,如果是制度要修正的话,就应从法制灭住手。 吴敦义说,国民党现在虽然是在野党,但选举即将到来,国民党必须要有自己的复案与政策,所以它特别才是由国民党智库、立法院国民党团、中常委组成小组来检讨四大基金过去的绩效对比。 立法院20日深夜通过攸关军人延改的陆海空军军官事官服役条例修正案,吴敦义在21日发表四点声明,声明中特别指出,包括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、邮储基金、劳保基金、劳退基金等四大基金的经营绩效不章,执政党必须穷尽一切办法以提高投资绩效。 目前公务人员退附基金投资迹象,截至107年4月30日,整体实际收益数为4.42亿元,实际收益率仅008%,劳工退休基金截至107年4月份,收益率则为-0.4109%。 此外,在声明中,吴敦义表示,他删之时可以攻错,新加坡等国的退附基金操作模式可以认真参考。 如果四大基金的投资绩效可以有效提升,不但基金不致会有破产之余,军工交警销劳也不必承担所谓年金改革之苦。 过去各项基金操作投资绩效确实不张,但不论如何,现在的执政党都有义无穷尽一切办法提升投资绩效,降低砍向退休军工交警销劳的力度。 中央社